中國大陸的鐘錶代工業呢 在疫情當中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 所以他們乾脆趁勢推出了國產金瓶錶 去年兩款大陸自製的機械錶呢 還入圍了日內瓦鐘錶大賞 大陸的代工業者就希望改變了 一向都是由瑞士獨佔的基金市場 準備介入國產的研發 搶佔大陸的金瓶錶大賞機 消費者下單的提醒聲不絕於二 這個手錶比較特殊 它的整個型態是透明的 直播帶貨開始不到7分鐘 900支高級手錶就銷售一空 戶期的2020年比2019年 我們總體的線上銷售達到了兩倍 今年2021年我們更加有信心 而且也制定要在去年的基礎上 我們再翻一倍 銷售成績下下叫業者終於鬆離口氣 因為在一年前 這家原本做全球鐘錶代工的公司 正經歷前所未有的風暴 四五六七這四個月是最慘最困難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外賣上好80% 員工呢就每週原來是五天上班 上班三天休息兩天 那麼就慢速生產 面對歐美鐘錶公司頻頻撤單 業者咬牙向銀行借貸超過4億台幣 要加快從代工外銷到製造模式的轉型 我一生人就是做一件事就是做手錶 做手錶50多年了 那我做代工 雖然是能賺錢也賺得不錯 但是呢還是需要有積極的一個品牌 業者結合手勢和鐘錶 針對女性設計實用錶款 還跟瑞士設計人才合作推出一系列的 航太手錶 利用這個航天科技有關的材料提升我們的產品 把我們的產品可以做得更高端 利用這個產品來做出來的手錶 我們很有激烈的家具 真正的航天級材料 同樣不想只做代工 中國大陸出現不少小眾的鐘錶品牌 直接瞄準鐘錶的金字塔頂端 中國的鐘錶基礎的話 它有幾十年的這種沉澱 目前的話全球的零配件很大的份額的話 是由中國來提供的 目前高端手錶的話 都是瑞士品牌在佔領這個領域 那麼我們有這麼好的工業基礎 難道我們只能做一些低端的產品 低負價值的產品嗎 去年兩款手錶入圍 有鐘錶接奧斯卡之稱的 日內瓦鐘錶大賞 其中一款靈感來自於 德國工程師研發的 汪克爾引擎 用大小兩塊三角形取代指針 但特殊的想法 要變成實際戴在手上的腕錶 才是真正考驗業者的工藝技術 三角轉指的這種設計結構來說 它從重量上面的話 是普通的指針式的話 是百倍的這種數量 那麼如何來解決這個技術上面 扭力的這個問題 我們通過一個負重鍵 把所有的這個重量 都成在這個固定鍵上面 那麼通過軸承的這種轉換 減少它的這個阻力 接下來還準備打破圓盤式的概念 把地球跟火星的自轉 一口氣全都放在手錶的表面上 機星除了負責時間顯示 還要帶動地球跟火星 也成為這款錶的設計賣點 齒輪需要大量的反覆的這種 齒輪的速筆的測算 那麼齒輪分出來之後 它的大小直徑的不一 會導致系統的呈現的顯示方式 會不一樣 業者更野心勃勃 要改變瑞士機星壟斷市場的局面 設計出中國大陸國產機星 就是看準大陸中表數千億台幣的市場 準備搶佔奢華錶款的消費大餅 TVB新聞綜合報導